國內新冠疫情趨緩 不過外籍移工自五月中旬暫緩入境 缺工的問題持續惡化 家庭照護工也明顯短缺 各界關心何時重新開放移工入境 勞動部長許明川表示 目前規劃完整接種疫苗者 優先入境 預估年底前有機會開放 考量疫情因素正不從五月中旬開始 暫緩移工入境臺灣 新的移工無法入境 導致產業移工缺工問題持續惡化 家庭照護工也明顯短缺 還衍生出照護工想方設法 要轉往工廠上班 來爭取好薪水的情況 更有不少雇主為了留住家中照顧的移工 卻被坐地喊價 月薪一跳兩三萬 或是被迫休假不扣薪 讓雇主苦不堪言 就地喊價的情況是有出現 像我最近聽到一個最高的 就是在轉換一次雇主之間 就要求了一個四萬塊錢的 這個買工費 所以當然 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 最釜底酬刑 就是把供給跟需求之間 做最大的平衡 市埔團體呼籲政府 盡速重啟移工入境 才能解決南眉之急 對此勞動部長許明川 證實目前確實已經規劃 讓移工入境的計畫 來源國的源頭管理大概會朝向說 有完整試打疫苗的會優先 優先讓他進來 還有就是入境檢驗PCR PCR以後要一人一試 那從源頭管理 那到說進來以後 入境的PCR檢驗 還有這個14天的防疫 加自主管理 這邊都會再做一些原理配套 你之後會提指揮中心 對於重新開放就業服務 全國聯合會理事長黃皎傑認為 移工打滿兩劑疫苗才入境 登機入境前一人一試 方案嚴格 若入境後還要隔離14天 相關費用勢必得轉嫁到雇主身上 又是一大筆負擔 建議政府檢疫隔離時間可以縮短 記得陳嘉欣 吳家寶 林靜梅 謝麒文 台北報導